这段期间疫情不断变化 令很多家长都会很担忧 小朋友一旦阳朵会不会很辛苦 很难得信 又或者阳朵后的后遗症会不会很多 影响到小朋友之后的成长 其实这段期间都明白 家长都一定会很担心 小朋友的健康状况 但是除了他的健康状况 这段期间的心情情况也很重要 如果家长在这段期间 发现了小朋友的心理状况 怎么算好呢 首先家长要多一些 去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状况 会不会自己都出现过分担忧 或者恐惧的情况 因为小朋友的小眼睛 第一个观察者是看到家长的 如果家长过分紧张 都会很容易影响到 然后透过这段疫情期间 其实家长可以多一些透过游戏的方式 去带领小朋友 认识这个疫情的变化 小小小小的小朋友 可以透过用生动故事的方式 去讲解给他们听 这个疫情的变化是怎样的 又或者包括如果 如果养了之后 有一些怎样的病症 身体会怎样的不舒服 等等都可以去和他们 介绍多一些 另外如果大小小小朋友的话 可以透过一些角色的扮演 又或者可以拿一些公仔 和他们扮演医生 或者是扮演病人的故事 去告诉他们 让他们可以增加多一些安全感 另外这段期间 家长除了要观察多一些 小朋友有没有生理上的不舒服之外 都要多一些留意 他们和以往的行为 情绪变化有没有不同了 例如多了去哭 发起气 又或者情绪容易变得激动等等 如果维持了好一段时间了 欢迎家长多些去找专业人士的帮助 另外如果大家看了这段短片 有什么疑难 又或者去了解多一点的地方 欢迎留言给我们